PS5是什么值得买吗? PS5是游戏机,索尼出的,平均7年出一代,目前这是第五代。 PS5是玩游戏用的,主要是在客厅的电视上玩。 孩子,老人,大人,全能玩,而且游戏是有年龄分级的。 家长朋友们也不用担心,在我们国内拥有PS5的孩子寥寥无几,屈指可数。 他们更喜欢沉迷和讨论手机游戏。 PS5上面的3A游戏比较多。 3A游戏的意思,简单的说就是开发成本高,开发周期长,质量很高的游戏。 一部3A游戏大概要制作五年,花费两亿美元才能达到的出来。 这种游戏,它的画面,声音,剧情,动画,体验等等,一般都是非常不错的。 PS5的国行光驱版,在两年前刚发售的时候是3899块钱, 去年下半年涨了400块钱,但实际能买到的价格区间大概是3600到4200之间。 不推荐购买国行数字版。 PS5和手机电脑这类的产品一样,可以到商场、超市、京东、淘宝、拼多多、抖音等各种店铺购买。 PS5主机享受两年质保,手柄一年免费换新,买的时候记得要发票, 而且要注意看包装箱,封口位置是否是原封贴纸。 以后万一出了问题,售后是要看发票的。 买了国行PS5之后,别在PSN国服商店购买游戏和会员。 建议找商家帮你备份登陆港服,价格很便宜,港服账号最好是用自己的信息注册的。 新推出的PS5游戏那种3A大作一般都比较贵,推荐从网上购买它的光盘版。 当你玩通关之后,再把它卖出去,实际上花费不了多少钱。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,推荐购买索尼的PS Plus会员,那个最高级的会员一年只要500多块钱。 在这一年时间之内可以体验几百款游戏,另外这个会员也是可以按月按季度购买的。 会员库里的游戏一般都是中期或者更老的游戏,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游戏,值得一玩。 像这种游戏机虽然价格贵,但是也很保值。 比如我之前花1850块钱买的国行PS4 Slim,玩了4年,最后还卖了1300块钱。 PS5上面还有一大堆附件,可以先不买,你只买一个标准版就可以。 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再购买,比如第二只手柄,加速器,硬盘,手柄套,散热器等等。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,他特别喜欢玩游戏,我建议给他买PS5,Switch或者XSS之类的游戏机。 我感觉玩这些东西比玩手游强,而且电视比较大,相对来说比较省眼睛。 另外,他只能在客厅玩,家长管理起来也很方便,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。 如果你男朋友或者老公喜欢玩游戏,建议让他买PS5或者Xbox之类的游戏机。 玩这些东西比他出去找乐子强,对不对?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PS5相关的问题,可以搜索我之前发布的作品,或者到评论区留言。 今天是大年三十,在这祝各位除夕快乐,给大家拜年了。 祝大家身体健康,天天开心。